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一期这个是好像是两三年前我之前说过要做的 但是一直没有选到一个合适的笔 那今天我认为就是说就做了现在一百多期了 然后其中其实试过的笔也不止这一百多期里面的 那我就来把这一期给做了 那今天讲的是那个三只比较实用的一个钢尖钢笔 那为什么是三只不是十只 第一个就是不太想说那你们眼花缭乱 我做这个频道主要是想说你们不要花太多钱在买钢笔上面 钢笔更多的是一个书写 那书写上面我们我们先来说一下钢尖钢笔 那我是怎么去定义它的 那第一个它肯定是一个实用 也就是说它的里面的元素 比如它的笔尖它的一个外观 或者是说它上墨方式 就这一类的一个设计元素或创作元素 它能不能为我所用 以及它一个是什么 它的价格 因为在我的角度来讲 就是如果我的定位的话 就是港币的话应该是一百二 人民币一百 以及那个台币的话应该乘以四四百左右吧 就这三种货币 那就说它的一个价格吧 就超过这个价格的话 我认为就是说这个笔不是一个实用需求了 那这就是说我选的钢尖钢笔都不会太贵 也就你们知道的这一只百利金的它200钢尖 它肯定不会入围的 虽然说不是我内容的一只了 好那这第一只的话就是我也是尽量从仓库里面拿出来的 就是因为我笔都放到另外一个地方了 因为家里没地方放 那这是一只的一个第一只这个福利文已经被我疏风了 我都忘了当时怎么包的 那第一只是一样的 我最推崇的一个是我看一下怎么拆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一边拆一边讲吧 那首先就这个福利文嘛 第一个它的笔件我很喜欢 另外一个它的笔件真的很适合写中文 那所以说我第一个选的是它 而且福利文我指的不是它这个笔 而是说指的是它这个品牌 因为它的笔件素质都很不错 那这就是福利文嘛 这只那我这只是117的了 那这一只的话就是从我做第一只开始吗 到现在福利文的笔我一直都是给予好评的 那它的肩基本上没有任何大问题 呃笔件的话我就不拍了 那其实我觉得是怎么样 它的笔首先就说各种数值以及实用性书写 或者是说呃空墨等等都非常ok 写中文那种沙沙的感觉 就是我个人认为它是最合适的 因为写英文要滑 写中文还是要有一点阻尼感的 那福利文我觉得是不一定要选这一只 但是说只要是它的肩 我认为就ok 你也可以拿一个肩来鸡尾 这也为什么我说我选的第一个是福利文 其实主要是它的笔尖 因为笔杆的话 其实它有笔尖卖的它的淘宝店 那你可以去选它的一个肩 然后进行一个鸡尾 但是鸡尾的时候有一点你们要注意 就是说就所谓换肩嘛 就是说这个钢片跟这个笔舌 它是有一定的这样子一个弧度嘛 有时候可能是说我一个是这样子 那可能不贴 那导致怎么触摸量会非常大 那就主要就这个问题 那呃 第一只我推荐福利文 那第二只呢我推荐是什么 第二只的话第三只其实都不在那个我现在手上 那就呃我选了我我就把以前的视频拿来用一下 那第二只的话是这样 是那一只的一个呃 永生699 那为什么选它 第一个它有可玩性负压上墨 也有活塞上墨 那这两个的话 基本上都是你可以选择说呃 需要的一个上墨方式 唯独就是好像没有西墨系版本吧 但是我个人认为活塞它会更好用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也是非常适合机尾的一根笔 而且就是它的笔尖大小嘛 基本上像那个我一开始用的五云来自它的笔尖真的太小了 除非你是那个手比较小人才适合用小尖 那我个人比较推荐的还是26号或者35号尖 那这两个尺寸嘛 35已经开始有点大了 就是有点不好控笔了 那26还是比较完美 或者26再稍微大一点点 那就很完美 其实就是万宝龙146那个尺寸 那这一支的话反正就是也有很多的颜色可以选 我当时做这个视频的时候它只有咖啡色 后面出了不同的那个颜色版本 那反正就是我认为它第二支比较合适的 价格来讲也是很公道 而且配件也好买 因为钢尖钢笔我认为就是说它一定要有配件买 而且就是说你能自行维修的 在上墨方式我觉得就是完全是看你们的一个需求来选了 那我个人是喜欢上墨方式 因为我出门的话会有原子比和钢笔 那所以说对我来说它落不落寞 对我来说影响不是很大 反正就是说我是放在家里 不会怎么去颠 如果是说我刚拿出门的 它的控墨性也就是说它的亲密性 以及它的一个落寞 肯定几率肯定非常低 那永生699它本身就是比尾那边领紧的时候 我不知道它跟823的那个设定是不是一样的 其实我也不太会分 有观众跟我普及过以前我做过一次谈笔 它跟那个823的那个就是呃 那个什么就是说都是负压 但是结构有点不一样 就是823那个一拧 然后就完全不会露魔 那我觉得这一支反正它有可玩性 也有实用性 因为触摸那样也很大 然后中间有示范笔嘛 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然后中间有一根不锈钢的杆 那看起来也是比较特别的 好然后再下来的第三支就是一个 我没有选那个英雄100 因为它是金尖笔 那也没有选616 我选的是永生的一个618 永生的618是这样子 也是一样它大触摸量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的一个打磨方式是非常适合 写中文的 我个人认为 虽然说我字不好看 但是以书写效率来讲 它的手感是非常舒服的 因为我个人是注重书写效率 比书写感受 就是说这两个比重 我一定优先选书写效率 那书写感受的话 就怎么讲 就这个太主观了 我就不讲太多了 所以说看我评测的话 我大部分比都是一个现场比为主 而不是一个中股比或者老比 那618的话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觉得它整个形体来讲的话 也是OK 然后按肩肝比那空膜上面会比较精准一点 不会说我漏幕或者是也不能说漏幕 就是说我出门量很大 按肩肝比是非常少这种问题的 如果是说民间的一个肝比吗 就或者海豚肩嵌入肩这种 它有时候吗 因为那个工艺精度没有控制好 而导致空膜不是非常精准 那这三只的话 就是我所推荐的一个肝肝肝比 那其他的为什么不推荐 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我认为说就是性价比 以及它的配件等等各个方式 我进行了一个考量 然后我才选了这三只 大概就这样子 那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 可以跟我去讲一讲 或者留言给我 我再给你一个解答 也可以说加我微信 然后再给你解答 我再把它拉到微信群 大概就这样子几个操作 那好就拖了差不多两年了 然后把这个给做完了 然后做三只笔 也视频长度 我也不希望拉太长 大概就这样子 那好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